为什么周围的人都要批评王守英呢 原来王守英生活在山东的一个小村庄 在那儿啊 一个女孩子的天然使命就是结婚生子 王守英却不稀罕这个使命 她28岁了 可是她不想结婚 就一心执迷于服装设计 梦想啊 能成为一位顶尖的服装设计师 走向国际 如此一来 她变成了村里的奇葩了 村里人都对她嗤之以鼻呀 有人说她吃人说梦 有人说她被鬼魂赴了身吧 这是村民们提到王守英的时候最常见的字眼 而父母也以她这个女儿为耻 妈妈整天哀声叹气的 这爸爸见到她呀都绕醒 他们还经常把王守英的衣服用来生火做饭 但衣服烧了可以再接着做 王守英从来没想过放弃自己的梦想 有时候一个想法蹦出来了 她能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几天几夜不出来 村里的小伙伴是结婚的结婚 生孩子的生孩子 只有她还在房间里做衣服 后来王守英的妈妈是坐不住了 到处托人找关系给她找对象 村里 隔壁村 隔壁的隔壁村 这跟她差不多年纪的男生啊 基本上她都相变了 但是一个都没成 要说这守英长相也不丑啊 怎么会没一个成功的呢 原来每次相亲啊 王守英见面就跟对方讲 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如果你没有梦想 没有追求 那你只是坐吃等死过日子的 那么今天的你配不上明天的我 她这么一说 小伙子们一听 全都给吓跑了 看到女儿如此的执迷不武 这妈妈索性也就不管她了